嫁给迟逆三年 直到他死后 我才从日记中发现了他对我病态偏执的渴望 好羡慕大小姐的狗 我也想被大小姐套上项圈 梦见大小姐 醒来 又试了 我有罪 带着日记 我重生到了十年前 迟逆最落魄潦倒的日子 看向我的眼神冷淡 像只野性男训的胸狗 我笑盈盈勾起手指 笑一个 不然把你嘴亲烂 他脸上刻意维持的冷漠突然悉数崩塌 你 我坐着劳斯莱斯抵达学校时 迟逆正在门口卖鸡蛋灌饼 一米八六的身高 轻瘦其长 廉价的围裙勾勒出竞瘦的腰线 光看背影 人肤感极强 似乎察觉到什么 迟逆抬眸 淡漠的艳势眼看向我 加蛋五块 不加蛋四块 语气平静的像一坛死水 我笑着亮出手机 家好友 多少钱 他握着锅铲的手紧了紧 诉着脸警告 程之意 这里不是你玩乐的地方 声音冷冰冰的 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模样 我有些恍惚 这和记忆里的池 匿不一样 啊 上辈子 父亲在我25岁那年破产去世 未婚夫入狱 我从富家千金跌落深渊 为了还债 签约进了一家网红公司 公司给我安排 每天12小时的直播任务 不想干 就得赔付巨额的违约金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满蛋了 公司突然被某位大佬收购 压榨人的合同全部作废 重签合同时 我才知道新老板是迟你 我的高中 大学同学 他没了少年时的落魄成语 气质从容 一身剪裁高级的定制西装 趁得他贵气逼人 已经是我渴望不可及的存在了 我忍着酸涩低头 他抽走我手中的笔 温吞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带着隐隐的灼热 迟你问我愿不愿意和他结婚 所有欠债 他会替我还清 见我正愣 他淡淡解释 我在高中帮助过他 大学时 我父亲也资助了他 算是他的恩人 我绞尽脑汁想了想 他所说的帮助 无非是高中时 曾在我家做过一段时间兼职 不愿意也无妨 那些钱你不用担心 我只思考了一秒 便干脆地答应下来 迟你沉默了一会儿 垂下漆黑的眼眸 我不是什么好人 这算邪恩施暴 我可以给你时间好好考虑 不必勉强 我摇摇头 迟先生 我愿意的 为了表现出不勉强 我小心翼翼地勾住他的小拇指 迟你的守护的一颤 全身都紧绷了 像一头破龙而出的野兽 眼里涌动着浓烈的情绪 目光灼灼地 像要一口把我吞下 看着有点发怵 但瞥见他通红的耳阔 我一点也不怕了 大着胆子往他怀里扑 婚后迟你很尊重我 照保姆的话来说 就差把我当祖宗捧着了 可是迟你从不肯碰我 我害羞地主动聊播 他眼尾炼焰着薄红 明明连呼吸都紊乱了 却克制地把我塞进被子里 道歉 我那里 不行 他声音嘶哑地给出解释 我往下瞄一眼 撒谎 明明激动的西装裤都快撑破了 我以为迟你不喜欢我 娶我只是为了报恩 直到在他死后 我无意找到了他的日记本 打开后 心脏狂跳不止 大小姐好香啊 怎么也闻不够 好嫉妒那条丑狗 可以被他抱在怀里 为什么我不能是狗 因为我不够丑吗 梦见大小姐 醒来 又失了 我有罪 我死了 大小姐会哭吗 我还是悄悄地死吧 大小姐笑起来最好看了 我没想到 清冷温柔的池妮 内心竟然对我有这么疯狂的渴望 狗男人 害我守了三年火寡 这辈子 不幸撬不开他硬邦邦的嘴 三 没开玩笑 池妮每天比总统还忙 早上卖鸡蛋灌饼 白天兼职 晚上创业熬夜写代码 被评为A大最贫穷校草 据说得知自己被评为校草 池妮连眼皮都没掀一下 只问了一句 校草能折线吗 大家都说他想钱想疯了 这直接导致 我只花了两百块钱 就雇佣到了池妮做美术模特 他踏进教室 看见我的那一瞬 脚不顿住 我不给他反悔的机会 啪的一声关上门 池妮同学 收了我的钱 想跑吗 他好似才反应过来 从我脸上收回目光 自觉地坐到椅子上 两膝并拢 手僵硬地搭在大腿上 唇线紧绷 可以开始了 我笑盈盈看着他 衣服脱掉 什么 他微微抬眼 很像一只被吓到的熏狗 我理所当然到 美术模特 当然要脱衣服啊 这点职业操手都没有吗 僵持了很久 池妮闭了闭眼 屈服了 抬手 慢慢解开衬衫的第一颗扭扣 露出性感的喉结 接着是漂亮的锁骨 再往下 嗯 我诚恳夸赞 很好看呢 池妮同学是粉色的 19岁的池妮 没有十年后 处遍不经地沉着冷静 仅仅被调侃了几句 连白皙的肌肤 都泛上一层薄薄的粉 骨节分明的手 按在裤腰间 像是隐忍到了极致 闭嘴 她修脑的轻斥 空调温度打得高 汗水顺着她的腹肌弯移而下 引入漂亮的人鱼线以下的位置 我好心捏着纸给她擦汗 池妮和她兄弟 都直挺挺站了起来 好有礼貌哦 我点频道 顺着我的目光 池妮浑身僵硬 脸色难看极了 反射性地抓起背包挡住 手背鼓起青筋 张力十足 上辈子也是这只手 在无数个夜晚 温柔地轻拍后背 替我赶走噩梦 池妮反复强调 她嫌恩施暴不是好人 但世上再找不到 比她更好的了 那么爱钱的一个人 却把数一身家 毫无保留赠予我 真是个傻子 19岁的池妮并不温柔 话好了吗 我要走了 她板着脸 语气十分不客气 我很清楚 这只是她虚张声势的伪装 我踮起脚尖 在她唇角亲了一口 真乖 今天就到这里吧 她脸上凶巴巴的表情 再也维持不住 捂着被亲到的脸 往后退了一步 你做什么 漆黑的眼睛露出不可思议 像个被恶霸强迫的 梁家美少女 我眨眨眼 很无辜 给你的奖励呀 不喜欢吗 你把我当什么了 池妮捏紧了书包袋 额前垂下的碎发 挡住了眼底的情绪 诚之意 她略带沙哑的嗓音 一字一顿道 我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 她气得脸都红温了 脚步飞快 我故意倒打一耙 迟逆 那是我的初吻 200块不够 我也是初吻 消息刚发过来 她又慌慌张张撤回 对话框一直显示 正在输入中 等我写完早回来 20分钟时间 手机里框框框 全是迟逆发来的消息 她大概终于平复了心情 和在画室里一样 硬邦邦的语气 那你想怎么样 又过了5分钟 提示 您的新朋友迟逆 你向您账户转入3527 24元 迟逆 手上只有这些了 剩下的我存了理财 明天娶 又过了一会儿 诚之意 我没有生你的气 这种事情 只有男女朋友之间才能做 你已经有未婚夫了 我收下钱 给他发了条语音 迟逆同学 我会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不会影响你的清白 一句话打断了对面施法 又过了一会儿 迟逆发来干把扒两个词 好的 我趴在床上 想象迟逆现在会是什么表情 突然看到徐静发来的消息 4 徐静是我表姐 舅舅舅妈去世后 爸妈可把他接到了家中照顾 我一直将他当做亲姐姐 直到成家破产 我才发现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急恨我们一家 嫉妒我家有钱 嫉妒我被父母宠爱着长大 恨我和他暗恋的男生订婚 他故意泄露了公司机密文件 又在病床前 和我的未婚夫大秀恩爱 气得我爸心脏骤停 手机里 徐静声音甜美 你是不是又和周扬吵架了 我晚上在酒吧定了位置 顺道喊了周扬 这次我一定压着他给你道歉 又是这样 每当我和未婚夫闹矛盾 徐静总会充当知心姐姐的角色 在中间劝说 可是他越劝 我和周扬的关系越差 听着他温温柔柔的声音 我笑了 表姐 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压着周扬给我道歉 你是他妈还是他太奶 茶言茶语的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徐静微愣 知意 你怎么能对姐姐说这么难听的话 我漫不经心 不知道啊 大概和我的家教有关吧 挂段电话 我约化妆室化了个展男叶电桩 心情美滋滋的出发 因为我发现 迟逆晚上在这家酒吧兼职 顺道去未来老公那里刷个脸也不错 五 迟逆在酒吧收拾狼藉的桌面 暧昧迷离的灯光下 他捏着抹布十分认真的拖地 不卖身不卖意 纯卖苦力 那宽肩窄腰 翘臀长腿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的视线 看到我时 眉心重重拧起 没等他开口 徐静从包厢出来迎我 他瞥了眼迟逆 这男模不错 你喜欢 我不是 迟逆一脸冷淡的解释 徐静毫不在意的挥挥手 那你让经理喊一批男模过来 要最高质量的 我被徐静拉进包厢 里面坐着好几个他的朋友 知意 周扬的脾气倔得很 怎么也不肯来道歉 徐静扬起笑脸 这世上又不止周扬一个男人 要我说啊 你就该换换别的口味 等周扬着急吃醋了 保准就知道低头认错了 他的朋友附和道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单恋一枝花 周扬算个屁 徐静拍了拍手 包厢门应声打开 风格各异的男模鱼贯而入 带进来一阵刺鼻的香水味 迟逆走在最后 面不改色的 往桌上摆好果盘和酒水 你挑的最好的 晚上陪陪你 就当是我这个做姐姐的 送你的姐们玩意儿了 徐静一脸善解人意 他那几个朋友 偷偷摸摸举起了手机 无非是想拍下视频 发给周扬 离间我和他的关系 这样下作的手段 上辈子破产后 我见识了不知道多少 那就你 你还有你 我点了全场最贵的三个男模 扭头朝徐静笑笑 了解 我胃口比较大 今晚让你破费了 爸妈给我和徐静的零花钱 是一样的 但架不住徐静花钱 大手大脚 又爱在朋友面前炫耀 所以一直以来 都是我默默替他擦屁股 今晚恐怕要让他 刷爆信用卡了 徐静笑得很勉强 没事 你喜欢就好 谁让我是你姐姐呢 我左拥右抱三个男模 出门前瞄了眼 还在白果盘的迟腻 真敬业啊 西瓜片都要被他 捏成西瓜纸了 徐静给我开了豪华套房 手中的房卡忽然被夺走 持逆挡在我面前 呼吸变得急促 诚之意 这里不是胡闹的地方 我知道啊 所以打算去别的地方胡闹 持逆脸色苍白 几个男模也遇到 兼职工该不会也想一起吧 这么木讷 能伺候好成大小姐吗 小子 好好擦你的地板去 持逆死抿着唇 一言不发 直到我伸手去抢他手里的钥匙 反被他攥住手腕 持逆抱得更紧 仰头 对上他湿漉漉的眼眸 睫毛都在轻轻颤抖 滚烫的气息喷洒在耳畔 别选他们 选我 压抑的声音都快碎了 大小姐 选我 我比他们都要干净 六 终于知道为什么霸总小舒理 男主会对倔强小白花女主 一见钟情了 我可能真不是个好人 看到持逆隐忍随弱的模样 只想把他欺负得更狠 直到被拐进酒店套房 持逆还保持着 将我扣在怀里的姿势 神情争忠 似乎不知道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 诚之意 喊大小姐 我抬起食指摸上他的唇瓣 挑衅的用力按了按 皱什么眉啊 迟逆同学 刚刚赶走那三个人的时候 不是很有肿吗 说比他们厉害 是这里 还是这里呀 掌心下的肌肉 像过了电视的猛然僵硬 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 男生修奋欲死的模样 手腕就被攥住了 诚之意 你非要这样吗 那双眼睛黑沉沉 在他凸起的喉结上啄了一口 迟逆凶巴巴的面具碎了一地 呼吸错乱 追着我的唇吻了过来 29岁的迟逆总是冷静强大 温柔内敛 19岁的迟逆恰恰相反 像个不知疲倦的小牛犊子 一身使不完的蛮劲 稍微撩拨几下便激动到不行 毫无技巧 只知道声色的掠夺 笨得很 我仰头轻轻他紧绷的下巴 迟逆同学 谁是不三不四的人呀 他垂眸看我一眼 不说话 只知闷头干活 迟逆同学嘴真硬哪 哪哪都硬 别说了 迟逆气急败坏捂住我的眼睛 动作很凶 落下的吻却带着虔诚的渴望 骤然失去光明 听觉变得更加灵敏 我胆子贼大地聊播 迟逆同学 你叫得真好听 OK 这下子嘴巴也被气势汹汹地堵住了 我相簿三折叠手机 迟逆当成宝贝似的 翻来覆去 折腾到天亮 敲门声响起时 迟逆下意识掀开被子 把我裹得严严实实 成之意 快开门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敢给我戴绿帽 不敢开门吗 周扬怒火中烧的声音 一字不落飘进房间 迟逆好似才清醒过来 满布血丝的目光 从我脸上狼狈地错开 手指紧紧攥住床单 需要我躲起来吗 空气里弥漫着 让人脸红心跳的味道 迟逆胸膛后背 全是抓痕 更别提破了皮的嘴角 像个被过度欺凌 还低眉顺眼的狼崽子 莫名的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 他现在的模样 外面周扬的怒吼 没完没了 夹杂着徐静温温柔柔的安抚声 烦得很 我直接拨通电话 对着手机嚎啕大哭 爸妈表姐怀了周扬的孩子 对 我被绿了呜呜 挂断电话 门外响起接二连三的手机铃声 周扬和徐静 慌乱地对着电话解释 渐渐地 门外的声音散去 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眼泪 被迟逆轻轻擦去 他的眉心 隆起了小山丘 他们背叛了你 嗯 嗯 别哭了 不值得 小说里 男主会各种甜言蜜语 哄的人心花怒放 迟逆不会 翻来覆去 只会这么干巴巴几句 我双眸含泪 暗送秋波 指望他多哄哄我 迟逆沉默了一会 似乎下定决心 语气正重 诚之意 我会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不会影响你的清白 滚吧 眉眼抛给狗看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气 高中时 我和迟逆同校 他来兼职时 爸妈额外付了工资 让他多照顾 用更通俗的话来说 迟逆是我的跟班 他似乎并不在意 别人对他的嘲讽 总是一板一眼地 喊我大小姐 尽职尽责地跟在身后 高二暑假 我和圈子里几个同龄人 去山里露营 玩闹间 我被湍急的水流卷进河里 在醒来时 我和周扬躺在同一间病房 大家都说 是周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 我把他当作恩人 处处优待 容忍 同一个时间段 迟逆辞去兼职 转校 杳无音讯 直到上辈子翻开日记本 我才知道真相 就我的人明明是迟逆这大傻子 我从医院调取了当初的病例 为了救我 他双腿骨折 小腿被石块划出 多条身可见骨的血痕 拖着满身的伤 不声不响地消失在我的世界 日记里 迟逆没有写原因 现在被我追问 他下意识抓紧了床单 我不清楚 还在装 我来了火气 直接勾住他脖子 咬上另一边唇角 狠狠啃了一口 现在清楚了吗 他眼皮一颤 压低声音 对不起 时间不早了 我要去卖煎饼了 我气笑了 我堂堂成家大小姐 竟然比不上一块杂粮煎饼重要 29岁的迟逆 明明不是这样的 听我在电话里咳嗽一声 他会立刻结束工作 从国外赶回来 出差再忙 也会记得 给我带各种喜欢的小礼物 我找了工作 他每天必定绕路 送我上班 接我下班 助理说 对池总这种大老板来说 时间比金钱更宝贵 他嘴上说着 不爱不可以 却把所有最宝贵的 都留给了我 我大概被池逆惯坏了 接受不了 十年前这样大的落差 爸 回到家 所有人都在 徐静哭着跪到地上 姑姑姑父 我和周扬轻轻白白 我不知道妹妹 为什么要污蔑我 周扬扶她起来 满脸愤怒 诚之意 你别无理取闹 我们之间的矛盾 没必要牵扯到无辜的人 她是你姐姐 不是庸人 她一声表示 一定会还她公道 我始终想不明白 徐静究竟有什么资格 对我们全家恨之入骨 就为了一个男人 如果上辈子 她直说喜欢周扬 我一定高高兴兴成全他们 可她偏不 嘴上唯唯诺诺 心里却在计划着 如何将我和父母置之死地 见我不说话 周扬愈发理直气壮 你去酒吧点难摩 不就是为了气我 逼我跟你和好吗 大小姐脾气能不能改改 除了我还有谁忍得了你 忍不了就退婚啊 冷冷甩下一句话 我直接上楼回房 周扬被气走了 晚饭时 家里只有我和徐静两个人 她肿着双眼 强颜欢笑 知意 周扬真的很喜欢你呢 你那么对她 她也没想过退婚 那是因为她下见 我慢悠悠地往嘴里扒了米饭 表姐 你那晚在酒店里放的东西 分我点 我一早知道 她在套房里 提前放了催情的熏香 否则 迟逆不会那么失控 虽然她失控的样子 很可爱了 徐静还想狡辩 被我微笑打断 给我 不然我就要报警咯 徐静连柔弱都装不下去了 又惊又惧看向我 诚之意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叹了口气 我为表姐觉得惋惜啊 如果你真的怀了周扬的孩子 还怕她不会娶你吗 上辈子 徐静的确怀孕了 联合周扬搞垮成家产业 她幻想着成为周太太 却没料到失去了成家的庇护 她那些温柔 体贴在周扬眼里 变得一文不值 周扬发神经似的 依旧要和我结婚 结婚那天 徐静举着水果刀冲了过来 混乱之际 我好像推了周扬一把 恰好撞上了刀口 抢救了一天一夜 周扬虽然保住性命 却成了植物人 纵然徐静叫骂着 说他要捅的人是我 也还是免不了 被周家人送进监狱 肚子里的孩子自然没有保住 周扬唯一的血脉没了 不过 以他死人为活的状态 这些都不重要 周扬后知后觉明白 这是我的复仇 但他们找不到证据 咬牙切齿宣传他们儿子 是个纯爱战神 替未婚妻挡刀的深情人设 恐怕全世界 也只有池溺这个傻子 以为我对周扬情根深重 临死前为我聘用了十几个保镖 在国外购入数处房产 又悄悄组建了高精尖医护团队 研究植物人康复技术 遗书上冷静而疏离地告诉我 诚之意是自由的 无论选择哪种生活 他都支持 我跑回房间 把泛黄的日记本按在怀里 眼泪落在手背上 理直气壮拨通池溺的电话 老公 他们都欺负我 就 我想带池溺去医院检查身体 距离他死于胃癌 还有十年时间 一切都来得及 可是 池溺躲了我大半个月 好似我是能吃人的洪水猛兽 我只好在煎饼看前堵人 池溺眸光冷淡 跟那晚的火热盼入两人 我笑眯眯的 池老板 加一个烤肠两个蛋 男生面无表情 像个机器人 手却抖了一下 被滚烫的铁板烫的撩泡 我抓住机会 疯狂输出土味情话 池溺的耳朵 肉眼可见的泛红 我正要上手调戏 身后传来一声吃笑 路边的保时捷落下车窗 周扬闲适的支着额头 支支 这么多天闹够了吧 以为随便找个男的 就能让我吃醋 他瞥了眼池溺的背影 面露嘲弄 而且还是这么上不得台面的男人 跟我回去和静静解道个歉 乖乖的 乖你大爷 我抄起桌上的番茄酱 资了他满头满脸 你乖乖舔干净 我就去道歉 周扬要面子 顶着满头满脸的番茄酱 被人围观 他顾不得擦掉一身狼藉 连忙升起车窗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池溺抿着唇 一言不发离开 我小跑着跟上去 怎么喊他也不理 为了躲我 他进了卫生间 我追了进去 池溺眼皮一跳 这是男侧 那你跟我去女侧 他无视我的幽默 冷的嗓子开口 诚之意 我不会跟你去医院 我的事也不用你管 我偏要管呢 池溺沉默了几秒 抬眸时 眼里插了几分凉薄的笑意 那晚 只是一场钱色交易 你不要想多了 我忍着想揍他的冲动 色 我尝到了 钱 你收了吗 还是说 池溺同学想做月节 他哑口无言 连白皙的薄梗都泛着粉 我正要打去几句 外面想起脚步声 池溺眼几手快 拽着我进了厕所隔间 有点脏 我嫌弃地皱了皱鼻子 扯住池溺袖子 他垂眸看我一眼 表情无动于衷 手却诚实地拖住我的腰 我顺势踩在他的鞋子上 头顶蹭到他下巴 距离骤然拉近 男生身上清冷的木质箱 冲淡了厕所气味 静谧的空间里 门外细细沥沥的水声 无限放大 伴着男人的口哨声 石逆皱了皱眉 抬手捂住我的耳朵 跟我去医院 我比划着口型 石逆不理 我伸手朝下 邪天子以令诸侯 去 不去 手上微微用力 耳边一出一声低哑的闷哼声 卧槽 门外的口哨声停下 迟逆背靠的门板 被敲了两下 哥们 大白天在厕所做手工 这么刺激的吗 迎着迟逆警告的目光 我坏心眼的合紧掌心 狭小的隔间 猛地蹦出男意的喘息声 因为隐忍 连手背都鼓起青涩的筋络 不去 别逼我在这里欺妞 他紧绷着下河 僵硬地点头 外面的人已经走了 计谋得逞 我拽着迟逆药出去 被他拉开手腕 他慌乱地偏开视线 你先出去 我往下瞄了眼 则 迟逆同学 不要做太久手工哦 对身体不好 他彻底黑了脸 嘿嘿 逗老公真有意思 十 保险起见 我预约了全套体检 看着长长的检查单 迟逆抗拒的重媒 为什么要检查这么多项 当然不能说是怕他得了癌症 我朝他抛了个媚眼 做本小姐的男人 当然要保持身体健康 诚之意 我不是 他冷声反驳 嗯 迟逆同学 你喜欢病床play吗 不想我在医院亲你 就闭嘴 老老实实做检查 迟逆微微睁大眼睛 像是被吓到了 穿过走廊 他忽然停下脚步 诚之意 你别再 话真多 我不耐烦地 推他进旁边的小房间 把他压在门板上 点脚亲了上去 直到长心下的心跳 越来越剧烈 要命 我都怕他 直接猝死过去了 从唇上退下来时 他下意识张唇往前追了一下 反应过来 自己做了什么后 迟逆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抬手遮住我的眼睛 掌心都在发抖 不许看 19岁的迟逆 脸皮薄得像纸 被亲了一顿就老实了 一整天的检查结束 都没在吭声 检查结果不太好 迟逆的胃部长了十几个细肉 性质不好判断 只能切除下来 做病理化验了 有家族病史吗 医生询问 爷爷和奶奶都死于胃癌 迟逆眼神放空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医生眼中露出怜悯 尽快住院切除吧 迟逆一点不配合 刚办好住院 第二天就要越狱 被我抓了挣着 我气他对自己身体 无所谓的态度 迟逆 你要再这样做件身体 我就不喜欢你了 把泡面盒扔进柜子里 又在桌上 摆好带来的营养早餐 直到手里被塞了勺子 迟逆好似才回过神 整个人炸毛一般 程之逸 你生事太自信了 谁要你的喜欢 29岁的迟逆温柔豁达 从来不会用刻薄的言语攻击人 生病的人总是格外脆弱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没打算计较 迟逆把勺子扔回碗里 滚烫的汤 见到我的手臂上 瞬间红了一块 迟逆脸色白了白 一开始显 语气生硬又冷漠 程大小杰这么喜欢伺候人 不如去医院应聘护工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迟逆对我阴阳怪气 手臂刺刺的疼 但比不上胸口憋闷的难受近 我冷笑 迟逆 你别气我 他故意和我作对似的 翻出泡面倒上温水 还没泡开 吃得又急又快 我扭头就走 中午护士打来电话 说迟逆刚离院 没说去哪 午饭又吃得泡面 我问 走之前 他把程小姐带来的早餐都吃完了 加热了吗 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更难受了 到宁愿他吃的是热腾腾的泡面 迟逆生活一向节俭 上辈子第一次被他带进空荡荡的别墅 我以为这是他闲置的房产 打算金屋藏交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的家 别墅一共有三层 属于迟逆的 只有一个不带阳台的客户 以及小小的书房 衣橱里属于他的衣服 就那么点 二楼和三楼 分别是我的化妆间 衣帽间 影音室 茶室 别墅上下都是我的东西 偶尔也会感到窘托 问迟逆 我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 没有半点身为金丝雀的自觉 正在看文件的迟逆愣了一下 缓缓摘掉无矿眼镜 黑毛里呈着柔软的笑意 大小姐 这是你家 她沉生 更像是幼红般低语 再过分一点 也不算过分 唉 好好的老公 怎么叛逆的青春期这么长呢 十一 迟逆没回学校 按照她室友给的地址 找到了住所 敲了几声 没有人音 门是密码锁的 随手说了我的生日 门开了 迟逆不在家 房子装修清冷 只有黑白灰 家居摆设更是简陋得很 枕头边露出一抹熟悉的粉色 抽出来一看 果然是日记本 十九岁迟逆的日记 偷看日记不太道德 所以我一边忏悔 一边兴致勃勃地翻拍 嗯 和我房间里那本内容相似度 百分之九十九 唯一不同的是 上辈子大学期间 我和迟逆没有交集 所以她最多只是偶尔 别别扭扭地写下几句 又见到大小姐了 心跳好快 梦见了 憋得快爆炸了 而这本日记最新的那一 字迹断断续续 抖得像波浪线 她写道 我终于属于大小姐了 标注的日期是酒吧那晚 我有些想笑 还真是十年如一日的闷骚 床边摆着和简陋房间 格格不入的保险柜 我闭着眼睛都能输对密码 看清里面的东西 眼泪先一步涌了出来 遗嘱 再熟悉不过的白纸黑字 父母双亡 十几岁开始 就需要自己打工赚学费的迟逆 需要多拼命 才能赚到这么多钱 120万 大概是她全部的资产 和上辈子一样 她把所有都留给我 抹了把眼泪 打开那封留给我的信件 诚之意 我没有别的意思 高中时 承蒙伯父伯母照顾 这几天我在庆幸 只要做完手术迟逆 就能健康平安 陪我到老 可是19岁的迟逆不知道呀 恐惧是人的本能 她会害怕 和爷爷奶奶那样 身患绝症 她不是那个十年后 在商场上运筹帷幄的迟先生 我该多点耐心的 再多哄哄她 又能怎样呢 她已经够难受了呀 我恨不得立刻飞到迟逆身边 正要合上保险柜 目光被最下层的白色床单吸引住 多看了两眼 床单标签上贴着酒店的logo 迟逆把那碗酒店的床单带回来了 简直没眼看 我赶紧锁上保险柜 脸色火烧一般逃离房间 闷骚的小变态 12 迟逆准备手术的几天 我成了他们专业最勤奋的学生 每节课都做好满满的课堂笔记 拜托迟逆室友送回宿舍 几次之后 男生们忍不住了 问我和迟逆什么关系 我笑笑 我暗恋迟逆很久了 几人惊得嘴巴能塞进去鸡蛋 在我日复一日的洗脑下 迟逆出院回校那天 她的天塌了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笑草迟逆有一个狂热追求者 早上6点我站在男生宿舍楼下 迟逆无可奈何 诚之意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仰头 刷牙了吗 他猛了一瞬 眉头拧紧 那嘴一个 我立刻点脚亲了上去 一股薄荷牙膏的味道 我轻轻戳下他的胸口 不喜欢 下次换柠檬的吧 迟逆攥住我的手 耳根红透 诚之意 你能不能别 别着吗 说不出来完整一句话 因为我又把他嘴巴堵住了 迟逆 病理结果出来了 你没病 以后都会健健康康的 承认一句 你喜欢我 有那么难吗 我委屈地掉眼泪 迟逆正在原地 浑身僵硬 我哭得直抽抽的 别哭了 迟逆抬手 把我按进怀里 声音很轻地叹息 我不配 大小姐 我不是个好人 和我在一起 你会后悔的 我在他的胸肌上猛掐一把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迟逆闷哼一声 紧了紧密不透风的怀抱 面无表情 那也挡不住他的小兄弟 赞同地向我打招呼 迟逆 我还没吃早饭呢 嗯 他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终于平复下来 不自在地开口 我去买 不到十分钟 他拎着热腾腾的早餐回来 都是我爱吃的 恍惚中 仿佛看到了高中时 围着我转的迟逆 又像是29岁 替我摆平一切麻烦的迟先生 13 我和迟逆拥抱的照片 对人传到了论坛上 有人说我脚踩两条船 一边和周扬订婚 另一边勾搭笑草迟 那些恶意评论 刚发出来没多久 便被系统删除 我戳了戳正经危坐的迟逆 你删的 嗯 他们乱说 经过一番死缠烂打 我成功住进了迟逆的家 偏偏某人正经得很 宁可每晚帐篷支的高高的 也要睡客厅 把卧室让给我 论坛多了个帖子 爆料一切 与诚之意无关 是迟逆厚颜无耻骚扰对方 我把平板递过去 哪个好心人发的帖子 迟逆脸色不自然地 关掉论坛页面 别看这些 影响心情 用脚趾头都知道 是谁干的 我笑着扑进迟逆怀里 怕我摔倒 他反射性拖住我的腰 哎呀 该怎么感谢我的大英雄呀 我微微低头靠近 迟逆闭上了眼睛 薄唇微微明起 耳朵扶上一抹红 我扑吃笑出声 迟逆同学是在求吻吗 意识到被耍了 他休脑地睁开眼 把脸偏向一边 我好笑地揉弄着 那只红通通的耳垂 玩得他越来越烫 迟逆同学好能忍啊 我凑过去亲了一口 那就再忍一忍吧 我会给你一个名分的 哪舍得让好不容易 哄到手的小变态当三啊 十四 豪门联姻不是说退就能退的 哪怕徐静在周杨父母面前 添油加醋说 我外面养了小白脸 周家也没毁婚的打算 还放话说 只要我愿意做周家二席 他们会给我绝对的自由 说白了 不过是惦记着 我身后成家的产业罢了 我铁了心要退婚 哪怕周杨反应激烈 也于是无补 人来人往的校园 他死死扯着我的胳膊 面目猙獰 就因为上次吵架我没哄你 就要退婚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不许 周杨动作粗鲁地 把我往车上拽 我正要掏出手机报警 十逆突然拨开人群冲了过来 一拳砸到周杨脸上 周杨捂着脸吃痛的松手 看到我手腕被钻出的瘀青 齿逆眼底一片寒意 抬腿朝周杨的心窝踹了过去 把人按在身下一拳拳横命地揍 保安赶到时 周杨脸肿得像猪头倒在地上 嘴里全是血 我握着齿逆的胳膊 使劲晃了晃 他眼底的力气才渐渐散去 捧着我的手 掩饰不住的心疼 要不是被拦着 恐怕还要再往周杨身上补两脚 刚到警局没多久 周杨父母哭着扑向儿子 徐静跟着我爸妈一起来的 他咬着唇 默默站到了周杨身后 周家要以故意伤人罪 送齿逆吃烙饭 我爸第一个不乐意 见义勇为的是 怎么能叫故意伤人呢 他笑呵呵握住齿逆的手 小伙子 改天我一定亲自送一面锦旗 感谢你救了我女儿 齿逆张嘴想解释 被我瞪了一眼后 乖乖闭嘴 周杨父母背对得哑口无言 网大了说 周杨大庭广众下 对我拉拉扯扯是绑架 犯法的 周家人只好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咽 匆匆忙忙带儿子去医院 徐静犹豫了一下 也跟着去了 我妈把我拉到一边 瞥了眼正被我爸问话的迟逆 小声问 他就是那晚被你强迫的男孩 哪怕脸皮厚成我这样 也不免呛地咳嗽了一声 重生后 我第一时间监视徐静 他的购药订单 以及下药的监控视频 被我发给了爸妈 在我叙述的版本里 我被吓了要饥渴难耐 随机夺走了一个 无辜男大学生的清白 匆匆您忘了吗 您和我爸不是资助了他上大学吗 我妈面路诧异 咱家基金会只资助贫困区的中小学生 大学生不在资助行列里 我点点头 已经麻木了 看来又是上辈子 匆匆为了让我安心接受 遗产编造的谎言 行啊 他可太行了 回去的路上我一言不发 匆匆拎出药箱 给我擦药膏 半跪在沙发前 烦躁 见我还是不理他 又有点委屈 垂着目光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挑起他的下巴 他没抗拒 反而像是怕脑袋的重量压到我的手指 自觉的将下巴轻轻搭在我的手指上 哑着嗓子说 我对他下手太重了 对不起 我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周扬 以为我在埋怨他揍了周扬 简直要被气热了 迟逆 我再说最后一遍 我喜欢你 只喜欢你 你就算把周扬打死我都没意见 可是周扬死了你也得偿命 又想让我为你守寡 迟逆皱眉 哟 我懊恼地捏住他脸颊 我不管 反正你的命是我的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你糟蹋自己 迟逆五官硬挺 塞帮子没多少肉 被扯到变形 丑帅丑帅的 他放弃抵抗 无可奈何看着我 知道了 我给他揉了揉 真乖 晚上奖励你呀 一有所指的往下瞟了一眼 他耳根爆红 瑟利那人强调 我没有那么色域熏心 也没有每天想着那种事 他闷头进了厨房做饭 围裙系带勒得紧紧的 勾了出漂亮腰线 厨房门不关 捏着锅铲 一会儿找酱油 一会儿找醋 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这小闷骚 十五 我把私家侦探调查的消息 发给了爸妈 明知成州两家已经闹掰了 徐静依旧选择了 站在州阳那边 连个电话都没打回来 有了给我下药那处 我爸早就收回了 对徐静的疼爱 我妈哭了一场 也算看清了徐静 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让佣人把徐静房间里 不值钱的东西 全打包送去他学校 值钱的包包首饰 全部卖掉 换成现金捐给贫困山区 顺便停了他的零花钱 徐静过灌了大手大脚的日子 不到一个礼拜就受不了 和刚出院的周阳 把我堵在教室门口 我牵住迟迷的手 示意他别冲动 徐静顾忌重施 又跪了下来 抽抽搭搭的哀求 知意 一切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让我回家吧 我真的舍不得姑姑和姑父 他泪眼朦胧 渴望周阳像上次一样 成为他的救世主 可周阳看都没看他一眼 死死盯着我 芝芝 我让他给你道歉了 我们和好 别退婚 徐静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我拉着迟逆往后退了一步 免得沾上晦气 被我嫌弃的目光刺痛倒 周阳忽然冷笑 指着迟逆 你喜欢他 别添真了芝芝 你以为他对你是真心的吗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男人有多卑鄙 曾经拿了我三十万 答应离开我的未婚妻 这种见钱眼开的烂人 会有真爱 芝芝 你太傻了 十六 很多道视线看向迟逆 惊讶 鄙夷 厌恶 迟逆不在乎 他本来就是在烂泥里 摸爬滚打的烂人 从小穷到连口肉都吃不上的人 能有什么自尊心呢 可是在成之意面前 他极力想维持着一丝体面 哪怕得不到他的喜欢 也不想被更讨厌 那年他救了落水的大小姐 他被和底石头磕断双腿 疼得昏迷了一天 刚醒来就接到了爷爷病危的噩耗 手术费三十万 周扬给了他 作为交换 迟逆需要消失在成之意面前 救人那件事 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 迟逆知道 拿了这笔钱 他离成之意的距离就更远了 他不该再有任何奢望 他卑鄙 他无耻 高考后辗转打听到他的志愿 迟逆去了同一所学校 没别的想法 路过就好 能看一眼更好 大小姐触碰他的每一下 疯狂自生出渴望 渴望他的接近 恐惧被看透他卑劣的内力 不能宣之欲口的感情 在他破溃脏脏的灵魂上 开出永生的话 直到身边的女孩握紧他的手 俏皮地揪他的耳朵 迟逆同学 你是傻子吗 本小姐难道就只值三十万 十七 迟逆如灵大敌的模样 我还以为有啥呢 结果 就这 周扬 你可真抠 我为有你这样的前卫婚夫 感到羞耻 才不管一脸猙獰的周扬 在想什么呢 我拽着迟逆走出人群 到了僻静的楼道 迟逆忽然从后面拥住我 下巴轻轻搭在我的肩膀 呼出的气息 撩拨的耳朵痒痒的 大小姐 他声音沙哑 我不是好人 我翻了个白眼 两辈子 这句话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 所以呢 我没好气地问 好喜欢 大小姐 他语速慢 语气别扭又格外认真 我捂着剧烈跳动的心脏 明明不是多热烈的情话 却没出息的心动 早就知道了 大小姐 他又嘀嘀地喊 声音破碎又缠绵 丝毫不知道 自己这副模样有多撩人 他小心翼翼 试探着用唇弹碰了碰我的耳朵 大小姐 我抖了一下 阻止他 别叫 晚上再叫 18 徐静怀了周杨的孩子 周家父母却不肯让他进门 和上辈子一样 他妄图搞垮成家 去讨好周杨父母 但这辈子 我早就提醒了爸妈 徐静前脚拿走了公司文件 后脚警察便在周家逮捕他 窃取公司机密 徐静被判了三年 周家当然不想管他 但徐静怀了周杨的孩子 有了这份保障 他在监狱里过得还算舒坦 周杨多次上门找我复合 被我爸妈赶了出去 他不想承认 徐静肚子里孩子的存在 心情郁闷 去同任赛车 刹车线被动了手脚 周杨连人带车翻到了山下 命虽然保了下来 那处却伤到了 没了生育能力 徐静肚子里的孩子 成了周家所有的指望 他们偷偷找人鉴定过 是个男孩 最后孩子没保下来 徐静仗着自己的肚子 在监狱里横行霸道 多的是看不惯他的人 孩子留掉 他唯一的价值也没了 周家把他当成垃圾一样丢掉 徐静写了很多封信寄来成家 信还没送到爸妈手上 我便吩咐庸人丢到垃圾桶 迟逆开了家公司 每天也不去摆他卖杂粮煎饼了 我问他为啥 他说有味儿 那咋了 他红着耳朵不说话 晚上趁他洗澡 我厚着脸皮偷看日记 日记里的男生过分诚实 身上有味道 就不能被大小姐亲吻了 我默默放好日记本 迟逆出来 我吸吸鼻子 完蛋了 迟逆同学 我刚点了徐静送我的熏香 迟逆身子一僵 我歪歪扭扭往他怀里靠 手麻溜的扯掉暗眼的浴巾 摸了两把 仰头问 迟逆 你热不热呀 他喉结滚了两下 锁骨都泛着粉 手默默扶住我的腰 嗓音嘶哑道 热 床单又弄脏了 迟逆换了一套 我坐在床上 敲着脚晃悠 他视线垂下来 动作越来越慢 最后扔掉床单 慢吞吞半跪在床边 我抬脚抵住他胸口 他乖乖捧住 专注地往上吻 另一只手拉开床头柜 重新拆了一盒 仰着头 眼睛湿漉漉望着我 难受 大小姐 还想要 一整晚 小变态骚话挺多 红着脸 把日记里的心里话 翻来覆去 说了好多遍 知道我喜欢什么 故意咬着我的耳朵 一声声喊 大小姐 喜欢 再多亲亲我 好不好 被欺负得很了 他也不恼 黑毛亮晶晶像 被驯服的小狗 毫无底线 大小姐怎么对我都可以 哦 于是太阳升起时 我握住他胡作非为的手 坏笑道 迟逆同学 熏香是假的 但你稍稍的样子 是真的哦 动作像被按了暂停键 他慌了 眼疾手快捂住我的眼睛 别看 羞耻的嗓音 都快哭了 我正要哄哄他脆弱的小心脏 迟逆忽然低头吻下来 喘着气 偏直地含住我的唇舌 大小姐知道 也迟了 我不是好人 要永远和大小姐在一起 嗯哼 这次的情话 我很喜欢吗